南摩地藏王菩萨 南摩地藏王菩萨 莫和萨 接下来请收看 长老法语 各位上知识 本门开进弦远 有续段正缩段流通段 也就是说在本门里面 一样是有续正流通的三分 而续分当中 先是看到这个地勇菩萨以后 磁土菩萨以温 然后物质下第二 他土菩萨以温 那么到他土菩萨以温的文字 讲完就是续段说完 上次讲到这个 他土菩萨的以温 到了最后一段 那么就是说 这个八方所有的 分身诸佛 各个坐在这个寿下 加福而坐 那么每一尊佛 最少都有一位侍者 就是一位菩萨 那么这个侍者都向佛请问 那么那些 这么多的地勇菩萨 从什么地方来的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 涌出来 那么当时所有的分身诸佛 各个对他的侍者 大幅说 而是诸佛各告侍者 诸善男子 且待虚语 有菩萨猛何山 明月米勒 释迦牟尼佛 自所授记 伺候作佛 以问思思 佛经大致 如当自当因事得闻 上次讲到这里 那么分身诸佛的侍者 问于他自己所供养的佛 那么每一尊佛都是一样的 这样子答复他的侍者 善男子就是菩萨的通称 对他的侍者都称善男子 所以你一问的话 那我现在不必答复你 你稍微等待一下好了 且待虚语 虚语 一天 以我们现在的24小时 以 法相上的说法 虚语 就是一天 分为三十份 三十份之一的时间 叫做一虚语 那么如果这样子比较24小时起来了 这个一个虚语 就是不到一个小时 那么大概过了一段时间 就是 这个不是固定的多少分钟 多少 多少时间 只是说你稍微等一下 且待虚语 就是你稍微等一下 不一定是按照那个 一天三十分之一的那个时间 现在只是说你稍微等一下 那么现在在这个灵三会上 有一位菩萨是一位大菩萨 他的名字叫做米勒 有慈士 是释迦牟尼佛为他授记的 将来在释迦牟尼佛之后 玄皆千佛 释迦牟尼佛第四 米勒佛第五 所以叫做赐后咒佛 其次 等到释迦牟尼佛入灭以后 再过一段时间 那么米勒佛就在这个时间 视线成佛了 他现在是一身补处的菩萨 在米勒内院 那么刚才在灵三会上 米勒菩萨代表所有的八千恒火撒术菩萨 已经请问这个事情了 所以一问思事 思就辞了 刚才米勒菩萨已经向释迦牟尼佛 请问过这个问题了 佛经大致 这个佛指的是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现在就会大佛米勒的请问 如当自当因事都问 你们所有使者们 跟分身诸佛来的是者们 每一尊佛都是这样告诉他说 你们大家 稍微等一下 米勒菩萨已经请问了 现在释迦牟尼佛要答复他 那么由此你们应当因这个因缘 你就能够听到 这些菩萨为什么涌出来 从哪里来 来的原因 现在释迦牟尼佛的大佛 你们都可以听到 从此啊 你就可以了解了 用不住 我来为你们解释 那么这是分身诸佛 大佛他们的释迦的请问 所以叫做他图菩萨已问 到此为止 本门的续段 续分 说完了 再往下 就是本门开尽弦员的第二端 丙之下 第二 正说断 正说断 正说就是正中分 正要开尽弦员 正要说明开尽弦员的道理 这一段文说这个道理 所以叫做正说断 正说断 再分两段 第一 戒徐 第二 正说 丙之下第一 戒徐 戒徐这一课文里面呢 有长文有句松 那么约这个文题不同啊 就分为两段 物之下第一 长文 那么然后第二 就是句松 长文里面有三段 第一 树探 第二 戒 第三 徐 有这三段文 长文里面有这三段的意义 第一 树探 就是在刚才 说过的最后一段 说过的最后一段 卢灯自当 因是德文 再接下去 释迦牟尼佛 先叙述 赞叹 弥勒菩萨的请问 问得好 所以经说 所以经说 而时 释迦牟尼佛 告 弥勒 菩萨 而时 就是弥勒 请问以后 这个时候 那么释迦牟尼佛 就对弥勒菩萨 说了下面的话 善哉 善哉 善 就是好 灾 与为生 善哉 善哉 就是很好 很好 你问得很好 叫善哉 为什么用两个善哉 第一个善哉 第一个善哉 第一个赞好 说 你问的 尚弃佛心 弃合佛的心意 佛 正要把他的 久远成佛的四季 在这个时候 把它表达出来 由你这个问话 佛就有这个因缘可说了 所以 赞叹 弥勒 问得好 这就是活佛佛的心意 所以这是第一个善哉 第二个善哉 赞叹他 你问得好 怎么好呢 下气 重击 对下 对一切众生 契合众生的根基 这个时候 在零三会上的 所有的听众 要听 开尽 前缘 要知道 释迦牟尼佛 久远成佛的 这个话 这个道理 因缘成熟了 佛远牟尼佛 佛应当要说 而大众 当时 当时 林三会上的大众 由你这一问了 所有的听众都得到广大的利益 明白 在释迦牟尼佛 在释迦牟尼佛久远成佛的 这个广大的利益 所以你问得好 下气众生的根基 所以再战善哉 第二个善哉 赞但弥勒问得好 因为正是时候 当时的听众 该要了解 这个道理的时候 那么因此 再战一个善哉 所以连说 善哉 善哉 你问得很好 问得很好 正是时候 我正要说 你问得正好 无意度 乃能问佛 柔是大事 这就是叹 赞叹弥勒菩萨 你真了不起 你能想出这个问题来 问得正好 无意度 就是弥勒菩萨的名字 弥勒是他的性 翻成中国话 就是慈世 性慈悲的词 名字叫做无意度 无意度翻成中国话 叫做无能胜 后面起来就是慈世无能胜 他从初发心 就要以大慈悲心 利益众称 所以称他叫做慈世无能胜 那么佛在这个时候 叫他的名字是欧益多 你问得非常之好 你小的问这么大的事情 柔是大事 柔是 指上文说的 从地涌出菩萨的这些事 像上面所说的 从地涌出菩萨的事经过 那你能提出疑问 那你能提出疑问来 一请问 这是一件大事情 什么叫做大事 佛 他的智慧是不容易体会得到 所以称他叫做你小的问 问得这么大的事情 就是能够使佛的 久远成佛的实际此境 从这个时候 能够把它表达出来 所以说你问得好 问这么大的事情啊 我现在就要听你解说 这就是书探 第二 戒 如的当共一心 批金进铠 发坚固意 这几句话 就是科判的第二 戒 戒 有警戒的意思 劝勉的意思 现在就是对当时的所有听众 以弥勒来劝却所有的听众 如指弥勒 灯指灵三会上所有的听众 你们大家这个时候 应当要共同专一起心 你要很用心听 因为下面的话呀 四十几年来不曾说过的 有专一起心 很用心的听 而且你要 批金进铠 金进 显示每一位菩萨的勇猛 大怨大力 铠是一种比方 铠是古代的战甲 古代的战争 阿兵哥 要穿上这个甲 这个甲呀 就是保护胸前背后的一种 好像这个背心一样的 那种的贴皮去做的 那种甲 所以叫做铠 那么批上这个战甲呀 就可以跟敌人打仗 才不至于伤害到自己 所以现在你们要听我下面手讲的话呀 你要用很勇猛精进的心 坚固你的心 好好的听啊 才能得到收用 所以要批金进铠 还有发坚固意 你的道心 你对佛的信心 要发出非常坚定而牢固的精神 来听下面的话 您才能够接受 因为这是很稀奇的 不曾说过啊 那么你突然听到这个话 必定会觉得很特别 所以啊 你恐怕生起怀疑之心 那么因此佛叮咛他 你必定要披上金进铠 发起坚固意 专一其心 来听我下面的话 才能得到真实的了解 所以叫做戒 劝告 警告 劝勉的意思 下文第三 徐 徐啊就是答应了 佛答应要替他解释 准许了 如来经济显发 显示 诸佛智慧 诸佛自在神通之力 诸佛私自奋训之力 诸佛为蒙大势之力 这是答应要替他解释 要替他解释 要替他解释 说出佛的这种 在四处事件法上非常少有的 特殊的佛制 如来就是佛 今次 今次现在 要为你们 显现出 发明 宣告 开示你们 诸佛的不可思议的指挥 佛的指挥 这个佛的 微妙的全是二知 不是普通一般人 所能想象的 诸佛智慧是总 下面三个力是别 显示出 诸佛智慧具备下面三种的大力 诸佛自在神通之力 这是赞叹佛的 常德 以乐德 诸佛师子奋训之力 这是显示自在意 就是我的 诸佛为蒙大势之力 究竟断除烦恼 得到究竟清净 才由大为事显现出来 这是敬德 佛的涅槃式德 常 乐 我 敬 似的 就在这三个力里面包含戴金 那么 同时这三个力 也就是表示佛 在三世中 在三世中 过去是 尽过去即利益众生 现在是 尽现在即十方世界 利益众生 未来是 尽未来即利益众生 所以有这三个力 诸佛自在神通之力 这是说明 过去佛 自从第一次 修行成佛以后 一直到现在 经过成点阶 在这个 说佛世界 乃至十方世界 自由自在的 用他的神通伟力 来做度化众生 事业 自在 就是 显示他的 自由自在之意 也可以显示我的 那么 也越三世说 每一句都具备使得 那么 自在 我则自在意 就是我的 既然得到自在 当然就是 究竟安乐 也就是包含乐得 由这个自在神通 必定是 已经策证正常 究竟清正正常 也就是常德 既然能够自在 而现神通 必定是烦恼完全断静 究竟清静 也就包含静德 释迦牟尼佛 九元界前 就已经成佛 所以能在十方世界 自由自在 显现他的神通伟力 来做度化众生事业 就看这个 诸佛自在神通之力 就可以知道 释迦牟尼佛不是今圣才成佛 老早就成佛了 如果不是九元成佛 他怎么能在 过去是自在神通之力显现 而来做度化众生事业 这个诸子 作语注词刊 指释迦牟尼佛 那么同时也历史方三世 一切诸佛 释迦牟尼佛的意思 不但我如此 过去诸佛亦夫柔词 所以称诸佛 那么这个诸子 是两种意义 单指释迦牟尼佛 就是语注词 做注语的意思 你看这个佛 有自在神通之力 如果做度子讲 重子讲 那么就是 不止释迦牟尼佛如此 过去现在已经成佛的佛 都是一样的 有这个自在神通之力 现在这里主要是指的 释迦牟尼佛在过去 自从第一次成佛以后 累生历劫 以自在神通的伟力 做度化众生事业 并没有停止 一直到今天 所以诸佛自在神通之力 诸佛师子奋训之力 师子 撒呀 万寿之王 所有的动物兽类当中 狮子为众兽之王 所以狮子一猴 百兽千尝 狮子一猴 其他的所有的动物 都要降伏 那么因此把狮子猴 来比佛说法 奋训是什么意思呢 狮子在洞窟里面 他要出来的时候 前面两个脚跟后边两个脚 起来显示他那个违视的情况 很违言的那种情况 据说狮子从洞窟里面 要出来的时候 三进三退 往前发违 叫了一声 往前一冲 奋训 然后往后一退 再往前一冲 再往后退一步 再往前再冲 第三次 然后才出去 所以叫做奋训 狮子要出东 都是有这种的表现 所以叫做狮子奋训 现在这里是拿这个狮子奋训的情况来比方佛 容蒙精进 在十方世界 分身无量 做度化众生事业的 这种的不可思议的 伪的神通之力 好像狮子奋训 你看零三位上八方三变土田的所有的分身诸佛 无量无边 这不就是释迦牟尼佛的私子奋训三脉的显现 很好的证明吗 所以私子奋训之力 就是表示释迦牟尼佛 现在是在十方世界 分身无量 而做度化众生事业 那么这也包含 昌乐我尽四德的意义在里面 诸佛为盟大势之力 为的雄盟 由大为是大力量 敬畏来自做度化众生事业 释迦牟尼佛度众生不是到此为止 这里度众结束了 因缘进了再到其他地方去 在娑波世界 以十方世界 敬畏来自度众 所以成佛之后 并不是坐在大殿里面思 成佛以后 他还是照常的 一直继续 视线八项成刀 到处做度化众生事业 不曾停止 这就是敬畏来自度众的 唯蒙大势之力 所以唯蒙大势之力 越未来度众说 那么先把这些道理显现出来之后 然后说下文 也许这些大菩萨们能够体会一二 否则的话 他觉得这个好像很特殊啊 没有办法体会 说了这个三例 可以知道 佛的伟的神通 不是等觉一下菩萨 所能想象 在华言经 这个十例评里面 说得非常清楚的 那么这是常文 再往上是菩萨 菩萨有两段 第一 送戒 第二 送徐 只是常文的三段当中 第一的舒坦没有重重 只送戒于徐这两段文 而使世尊 欲重宣此意 而说句言 当精进一心 我欲说此事 悟得有一回 这就是送戒 从送前面警戒的话 你们应当专一其心 精进而批这个精进凯 来听我下面讲的话 我欲说此事 此事 指下文的开尽弦员 开尽弦本之思 我现在要说 你从来不曾听过的话 你的用心听 悟得有一回 你听了下面的话 不要怀疑 不要后悔 怀疑什么呢 你会觉得 四十几年来 都不曾说这个话 难道真有这个事实吗 你动了这个念头 那就是疑 或者是 这难道是佛说的吗 是佛吗 那你后悔 我亲近的是不是佛 你动得这么严重的 后悔之心 问题更大了 所以佛 先警戒他 你们听了下面的话 不要怀疑 也不要后悔 那么 佛有这个自在神通之力 是不是你们所能想象 你必定要很用心的听 要完全能够接受 所以送戒 后边送许 答应可以说了 佛之 是佛思义 佛的智慧 是不可思议的 这个佛啊 就是不可两个字 合并起来的意思 佛思义就是不可思议 因为他这个句诵是 五个字一句吗 没有办法写着 不可思议 所以用破字来代表 那个不可 佛的智慧是不可思议的 现在佛要说 过去久远成活之思啊 你们大家现在 要提出最坚固的 信心之力 要安住在 诸法实相的忍力 在一切善法中 你要有这个忍力 来接受 后边说的话 是注意忍善中 希望你们 能把心安住在忍力 就是忍可以 佛下面所说的话 这是究竟善法 你不曾听过的 唯妙的教理 你要能够把心安住在 这个无生乏人的境界里 才能够接受 注意忍善中 C所未闻法 经界当的闻 C 指这个最近四十几年来 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 这个话 四十一年来 不曾说过的 你不曾听到的 未闻 不曾听过的话 这个法 经界当的闻 现在我要说了 统统都能够闻到 不曾听过的 现在你能够听到了 我请安慰你 安慰龙 悟得怀疑一句 我还没说之前 那恐怕你害怕 怀疑 所以我现在先安慰你 那么你不要怀疑 不要恐惧 我说的都是真实瑜 佛 无不实瑜 智慧不可量 佛说的话 绝对真实的 没有不实在的话 所以金刚经说 如来是真瑜者 实瑜者 如瑜者 不狂瑜者 不义瑜者 佛具备这五种的真实 绝对没有不实自一 那么佛说的话 绝对是真实 既然绝对是真实 那你们必定要深信 要知道佛的智慧 是不可以思量的 智慧不可量 不可量还是不可思议 所得第一法 神神破分别 如是金当说 如等一心听 佛所得到的第一的妙法 第一 显示最殊胜 最高妙 佛所听证到的第一的妙法 最深奥 不可以思议 不能用凡夫 二圣 乃至等觉菩萨 用分别心去分别 破分别 破就是不可 不可用分别心去分别 假如你用分别心去分别的话 那就发生很严重的错误了 神神 而不可思议 不可分别 神神破分别 如是金当说 如是指下文 这么高深的道理 现在我应当要说出来了 你如等一心听 你们大家要专一起心 来听我下面所说的话 那么这就是第一段的戒徐 丁字下第二 正说 正要开尽弦远 正说这个开尽弦远的道理 那么下面的经文 正说开尽弦远 有三段 五字下第一 从这个经文开始 到这个 从地永出坪 说完 这叫做正开尽弦远 一直到寿亮坪 那么 截住到了这个分别功德坪的前端 这都是正开尽弦远 那么正开尽弦远 然后到了这个分别功德坪 有总守法身记 那么这是第二 第三 总身灵结 分别功德坪里面 第一段的据送 弥勒菩萨说的据送 那是总身灵结 分别功德坪的前一段 佛说明当时大众的得的利益 那是总守法身记 据送是总身灵结 那么现在正说这个开尽弦远 有两段 第一 略开弦 动之身疑 第二 是广开弦 断疑身心 这个文字跟前面的进门 开拳显示 先动之身疑 后断疑身心 意思是相同 但是前面是进门的开拳显示 这里是本门的开静弦远 说现在先略略的开弦 简略开静弦远 简略的开静弦远 使当时的听众动其他的执情 生起疑心 所以叫做动之身疑 只过去四十一年来 大家都认为 释迦牟尼佛 这一身才成佛 在菩提授下第一次成佛 这是第一次怀疑 大家都认为 这是第一次成佛吗 哪里还有更早的吗 大家都是有这种的执情 之 现在一说九元节前成佛了 大家就怀疑了 所以叫做动之而生疑 动其大众敬的执情 怀疑远的成佛的事实 所以叫做动之三疑 这里有两段 第一略开 第二愚情 佛先简略的开弦 那么大家听到之后生起疑心 所以有这个怀疑 而请示疑佛 所以叫做疑情 略开的文字 由常文 由俱诵 所以按照文题分为两段 第一 常文 第二 俱诵 常文有两段 第一 大所思 第二 大来出 前面 前面米勒不是请问吗 说这些从地勇说的菩萨呀 他的老师是谁 谁指导他 现在成就的 所以先大他的师父 大的师长 大所思 那么第二 大来出 大佛他 这些地勇菩萨 从什么地方来 大来出 先说明 大所思 大佛米勒的请问 他的老师是哪一位 看着经文 儿时 世尊 说辞 俱语 这个时候 释迦牟尼佛把上面的句诵说完了 告米勒菩萨 对米勒菩萨说 下面就是佛对米勒说的话 大佛他 这些地勇菩萨 他的老师是谁 我今 于此大众 宣告如当 佛对米勒说 我现在 在这个临参会上 所有的 无量无边的听众当中 我宣示 告诉你们 我一读 世诸大菩萨 无量无数欧生气 从地涌出 如等世所未见者 我于是 娑婆世界 到阿诺多罗三摩三菩提依 教化世道 世诸菩萨 调福其心 令发道义 这就是大所思 佛对米勒说 我一读菩萨 我跟你说 这些从地涌出的 诸大菩萨 无数量 无边际 无量数 那么多 所以叫做 无量无数欧生气 欧生气也是无数 算不出那么多的 从地涌出的菩萨 你们从往世以来 不曾见过 你不是说 你都不认识吗 没有一位你认识的 你都是不认识 而且不见过 您都不曾见过他们 说 如当世所未见未闻的 那么他的老师是谁啊 现在我老师告诉你吧 我 于是 我从娑婆世界得 我能到罗路上 摩托的 教化四道 四祖菩萨 我跟你说 这都是我的弟子了 通通都是我教化的 我世家 在这个娑婆世界 得到 我能到罗路上 我成佛了 我在娑婆世界成佛以后啊 我就教化这些菩萨 我开始他 领导他 领导他修行 调伏他的心 使他发起无上道义 这些菩萨从初发心 一直到 一直到今天的成就啊 通通都是我 释迦牟尼所教化的 那么这里只说 我成佛以后 就教化这些菩萨 那么大家就会 深习怀疑了 大家都还认为 世家牟尼佛 成佛到现在 也不过是四十几年了 那么四十几年来 就教化那么多的菩萨 而且是从初发心 到今天的大成就 那么都是佛所教化的 当然就要生疑了 因为这里面包含着 第一次成佛 在娑婆世界 第一次最早第一次成佛 就是成典戒前 成典戒前的第一次成佛呀 就教化这些弟子 假如你知道 他是成典戒前就教化的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有没有问题了 可是现在大家都想 释迦牟尼佛成佛 到现在不过是四十几年 四十几年的时间 要教化那么多的菩萨 而且从初发心到现在的 等级以上的成就 当然他们又怀疑呀 所以后边他们有遗情啊 就从这个地方来 这是第一段 大所思 第二大来处 他们从哪里来 来处 这有两段 第一是大 第二是解释 先大 答复他的来处 然后解释他的来处 你问那些菩萨从哪里来吗 现在我告诉你 这些大菩萨都是在我们这个梭波世界的下面 在这个梭波世界下面的虚空当中啊 他们住在那个地方 我上次曾说过的 根据华严经的华藏世界评 这个华藏世界有二十重 梭波世界是第十三重 第十三重 也就是说从下面往上算啊 梭波世界是第十三个 下面还有十二个 十二层的世界 还有十二层世界 那么因此梭波世界的下面 到第十二层的世界的中间啊 有虚空 有很广大的虚空在那个地方 所以这些菩萨 就住在梭波世界的下面 第十二层世界的上面 那个中间的空 那个虚空的地方 他们就住在那个地方 那么他们住在哪里做什么呀 他们在哪里用功修行啊 语著经典 读诵通离 这个不要呆板的看作读经 像我们读经如是 我们这样读的情况啊 不要呆板的这样看 就是说 这些菩萨在那个地方 在修行一切法门 佛经里面所说的一切法门呢 从初学到成就 读 开始学习 诵 成就了 对于一切法门 从开始学习 到圆满成就 都使他能够就尽通力 经常思维佛所说的一切法 去好好的体会 了解 这个分别 这个分别不是指那个分别心的分别 是指他对于佛法 深深的体会 能够了解内容的道理 得到真实的收用 正义念 使他的心念呢 完全去向于正法 正义念 那么安住在佛的正法当中 如法修行 使他有所成就 那么这是大佛 下面是解释 解释他为什么要住在那个地方 那很奇怪了 大家都住在这个 三千大千世界里面的三界里面 那么这些菩萨为什么住在虚空之中 而不住在三界里面呢 所以下面加以解释 解释里面呢 有两段 第一 是住处 解释他住的地方 第二 是称阳受持修习 且是他称阳赞叹修习佛法 怎么样子修行 我一读 是诸善男子等 不要再重 都有所说 常要尽出 情形精进 未曾修习 亦不依止人天而诸 那么这是解释第一 他住在那个地方 做什么 是住处 这些地永菩萨 他住在那个 娑婆世界下面的虚空当中 他住在哪里做什么呢 为什么要住在那个地方呢 解释这个道理 我跟你说 这些善男子等 就是这些菩萨们 他为什么不住在三界里面 而要住在下面的虚空之中呢 因为他不要再重 不喜欢住在多人的地方 使心地恼乱而进不下来 这是四项上的说法 大菩萨 他能闹事从中作道场 无所谓闹不闹 这只是说 他的心 常住在 极尽的境界当中 那么 不被外面的任何 沉浸所扰动 所以叫不要再重 他不是直在四项上 他不是直在四项上 不住在大众当中 找到这个烦恼的脑乱 实际上他内心 静极 内心经常安静的静极 那么不被外面的沉浸所扰乱 所以叫做不要再重 如果再重 有什么不好啊 人多了 就多有所说呀 你看看 假如你有两个人 或者是三个人在一块 哇啦哇啦讲话 讲来讲去 是是非非 什么都搬出来讲 张家长 李家短 那么所有的 好的坏的 统统都搬出来讲 都有所说 你有两个人 以上在一块 他必定就 话就很多了 就多有所说 叫你坐在哪里 默默无闻 不说话 恐怕不可能吧 你总是有嘴巴 就要讲话 哇啦哇啦就讲了 一讲嘛 什么都来了 把心地都搞散乱了 所以人多 话就多 容易砸乱 那么因此啊 所以他不喜欢在大众里 这是四项上的说话 初学的人应当是如此 九修菩萨 纵然都有所 都有所说啊 说而无说 好像 虚菩提善说不说 说而无说 不在乎说不说 那有什么关系呢 这只是说 他的心肠 静而不为外境所动 你无论怎么说 横说述说 他都不会所动 不要再重 都有所说 因为他常要精出啊 所以啊 喜欢在下方空中 安住 这个文字没说完 我们休息十分钟 再讲 啊 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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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先生家里的神桌上摆了一颗巨型的珍珠背 他的朋友看见后非常疑惑 为什么汪先生会将珍珠背放在神桌上供奉呢 你们随便坐 你们随便坐 我先去帮你们泡茶 汪大哥家布置得可真漂亮啊 是啊 你看 汪大哥 真是奇怪了 汪大哥怎么会将贝壳当成神一般供奉呢 你们在聊什么啊 你们在聊什么啊 来 先尝尝我泡的茶 这可是今年的春潮 孟大哥 你家的神桌上怎么摆了一个贝壳啊 是啊 刚才我们就是在说这个呢 你怎么会将贝壳当神一样供奉着呢 那可不是普通的贝壳 那是珍珠母贝啊 珍珠母贝 就是能生产珍珠的那种贝类吗 嗯 是的 就算是珍珠母贝 也不至于被放在神桌上供奉吧 啊 是这样的 我父亲是个养殖珍珠的商人 凭借着珍珠 他赚了不少钱 因此啊 我父亲便把这个珍珠母贝 放在神桌上供奉着 朋友听说 汪先生的父亲 靠养殖珍珠赚了很多钱后 非常不解 既然养殖珍珠如此赚钱 那汪先生为何没有从事这行业呢 原来如此啊 可是汪大哥 我怎么从没听说 你家曾经养过珍珠 既然养珍珠能赚大钱 那你怎么不做了 是啊 你怎么改行了呢 嗯 自从我父亲癌症去世后 我们就不再做养猪的生意了 呃 为什么 难道你没想过要继承父业吗 是啊 莫非你父亲不希望你继续养猪 是的 我父亲不希望自己的家人再从事养殖珍珠的行业 这究竟是为什么 你不是说养猪让你们家赚了很多钱吗 那你父亲为什么不让你们养猪呢 哎 因为我父亲得癌症与养珍珠有关 他是遭到了报应啊 啊 那时候我父亲包下了很大的一片海域 来饲养珍珠母背 珍珠背的外套膜受到异物侵入的刺激后 便会分泌出珍珠植 一层又一层的把异物包裹起来 这就是天然珍珠产生的过程 人工养殖珍珠啊 就是根据这种原理 用人为的方法 把一颗颗珠盒放入珍珠母背内 强迫它们分泌珍珠植来包裹珠盒 使其变成珍珠 传说 珍珠是美人鱼的眼泪 但那只是一个美丽的故事罢了 其实珍珠是珍珠母背的眼泪 是它痛苦时流下的泪水 要知道有异物在体内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好痛 好难受啊 痛啊 好痛啊 当珍珠母背体内的珍珠成形时 也是它们死亡的时刻 工人们会撬开贝壳取出珍珠 贝壳被撬开 它们的生命自然也就因此而终结 真没想到那么美丽的珍珠 竟然是用如此残酷的方式获得的 唉 珍珠母背实在是太痛苦了 是啊 可是汪大哥 你说的遭报应又是怎么回事呢 珍珠母背的一生是那么的痛苦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我的父亲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怪梦 不要 不要啊 爸 怎么了 怎么了 是不是做噩梦了 好奇怪的梦 爸 你做了什么梦啊 是啊 你梦到什么了 我梦到有人硬要把东西放进我的嘴巴里 而且还威胁我说不准吐出来 我的嘴里塞满了东西 感到非常的痛苦 那只是梦而已 好了 我们睡吧 明天还要早起去海边老母背取珍珠呢 珍珠 爸的梦怎么跟母背产珍珠好像了 接连几天晚上 我父亲都会做相同的梦 每一次他都在痛苦中惊醒 不要啊 别 别放进去 求你了 啊 好痛 痛死我了 求求你老了我妈 别再放了 后来 我父亲感觉身体不太舒服 他的口腔里长出了一颗颗异物 去医院检查后才发现 竟然是口腔癌 最近是怎么了 身体好像越来越虚 嘴里还长出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来 爸 我看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嗯 这样也好 这 这 怎么会这样 哎 我终于明白了 我这是自作自受啊 我养珍珠正是把一颗颗珠盒放入珍珠墓背内 强迫它们分泌珍珠值来包裹珠盒 等结成珍珠后再取出来卖钱 而我这些日子一直梦到有人硬把东西放入我嘴里 并且不准我吐出来 这应该是珍珠墓背想要我知道它们的痛苦吧 哎 这都是报应啊 我们家为了帮我父亲治病花了好多钱 几乎将这些年养珍珠赚来的钱都花光了 可是我父亲的病却丝毫没有起色 你们不要难过了 我落到今天这一步都是报应 你们以后绝不能再养珍珠 绝对不能养 知道吗 我父亲去世后 我们便结束了养殖珍珠的生意 而这枚珍珠墓背 我则一直放在家里供奉着 希望能得到它们的谅解 真没想到你还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啊 是啊 看来因果报应果真是存在的 千万不可不信啊 珍珠墓背的痛苦就好比沙子跑进了我们眼睛里 时时刻刻痛苦不止 珍珠墓背为了减轻义无造成的痛苦 终其一生分泌珍珠脂来包裹义无 终生的痛苦泪水结成了珍珠 但当珍珠取出来时 它也因此而失去生命了